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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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厌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从 问哦 是不是进真实二边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已经 这个礼拜应该是可以把 这个礼全部都讲完 然后再进入到下卷的部分 大概是一半一半 上个礼拜 现在其实在讲到恶症 就是动症跟体症 那从之前提的 就是他把 就是从讲迷所向就是说 这里所讲的文书法长耳 就是唯有一法没有二法 那我文书法长耳 华为一瓦一切无爱人一道出生死一切 诸佛生为是一法生一心一智会立无畏一难 所以他讲到说 这讲到就是说 出生死 那真的要出这种生死的话 就是这一次出自在华严经的明暗品里面提到的 普仙普 就是 就是 显守菩萨回答 所问的 就是显守菩萨答文书的问题的地方 所以他就说 但亦初出众生以无名像中化 强明说像 就是为了要能够让众生呢 进入出生死处 然后去向捏盘的这些呢 所以本来是无可说 所以在无名像中呢 那就是利用文字 所以强明说像 利用这种来进行这种说法的部分 所以从这个地方呢 要有说 所以开二法 本来就是只有一个可以 可是他 他开出两个 那一个就是体 一个是用 那体的问题 的那个情形呢 就是 是属于离体方面 那 是属于离体方面 就是我们所讲的 中道实相的本体 中道实相的本体 它是没有办法用延迟来说 是不可是不可益的 这些 所以 他的这个本体呢 所以就把它称为体症 那能够用的 能够用的 能够用的 那就是属于用证 能够 能够用语言讲的 那是属于教 说教化的 所以它是属于用证 所以这个讲来讲的话 就是 用证的话就是属于真实二弟 那体症的话 是中道实相 体症呢 是中道实相 那 那 那为什么是 刚才已经讲了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 所以 刚才提的 提的灰症 那个体症的话 是中道实相 就是 在书里面有提到说 朱瓦实相 朱瓦实相 我们都知道的书 他其实他可以说 真如瓦性 那这个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 最高的这种境界 那 这是属于 结言 就是 离言结相的 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没有办法用意识 如果你用意识的话 就是我们的意识心来说 来想 那绝对是 会有所乖 所以前面曾经讲到说 体症百灰 理超四句 理超四句就是这里所讲的 所以 刚刚提到说 用滑眼睛来提的 这一个滑完为一滑 那另外在滑完 那个滑花精 提到说 不可以延迟这些的话 滑眼睛里面也有提到 滑花精里面 都有提到 滑花精里面呢 我之前有 已经秀给大家看说 朱瓦从本来尝之极面相 这是 李远杰相的这种 李远杰相的部分 所以这就是属于 属于本性 所以是体的部分 那滑眼睛里面有提到说 正法性 延离一切的源已到 正法性 延离一切的源已到 一切去 会去 细皆去极面 所以说 这是属于 李远杰相的部分 那能够称为体的 这种离体的话呢 它是 能够称为这种离体的话 它是 绝珠偏邪 偏也离了 血也离了 所以它才可以称为正 它才称为正 所以才称为体正 那用 讲到用的话呢 是刚刚那一句里面 就是文里面 正之以俗为用正 正跟俗的二帝呢 那是属于正 那为什么讲到正 所以因为 讲到正俗二帝的话 那这一个用呢 它是属于教化来讲 用言说的 所以它是属于用 那因为它不离体 一定要跟体来 来相对待来讲 所以把它解释 所以解释是用正 用正的 如果不这么去说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 依靠 没有办法去开悟的 由此而入的 由此而入的 所以为了要 让所有的众生 能够了悟这些的话 那才有 这种 以言假借世俗的 有无的这种言词 来说明 所以才成为说 强力真属迷向 表达 来用这种 二帝的这种有 来真正的 来表达 会空会有 中道实相的离奇 那他所用的 这个二帝的话呢 是就是二帝的所说的 叫那个能够表达出来的话 就是属于 用 那因为是 也是必须要靠 理理的 那个体的部分 那所以他也是 不落偏邪 所以是正的 也称为正 所以前面所讲的是 属于 体正 那一个是用造 所以换句来讲的话 中道实相是 体正 就在文里面 他有提到 灰真灰属明体正 真之以俗 目为用正 所以 解诸偏邪目之为正 故言体正 所言用正者 体觉明言 物无有物 虽灰有无强说 真属贵明为用 此真之以俗 亦不偏邪目之为正 故言体正 这个上礼拜提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今天呢 就从 底下 在四十六月的第四行 问 既淫真俗 则是耳边 何明为正 如因言假有 目之为俗 然假有 不可 言其定有 假有 不可言其定物 此之假有 眼离二边 顾明为正 属有 既耳 真 无 亦无 假有 不可定有 假 假有 不可定有 眼离二边 顾目之为正 那前面 那前面 就是这一段里面的 这一个问答呢 他 是在解释 二地 之用的 为正 那 他在问的方面呢 他说 既淫真俗 则是二边 那因为 如果是真 跟假有的这个 真跟俗的话 那 他已经是 有所对待 是二边的 可是我们 所要通常 所讲的 是讲到 灰有灰无 是要远离这两个 才是属于 正 那今天所讲的 真俗的话 是 空有二边 那怎么会 可以称他为正 所以何名为正 那后面讲 如阴言夹有 所以 这里所谈的 这个二地呢 其实是 有谈 有涉及到 阴言化的 一个部分 所以 这种 这种 中 因为这里所讲的 是属于 中观论的部分 所谈的 这个二地呢 是 比较不一样 那 因为 如果是前面 所破斥的 诚实论的话呢 他在俗地是说有 那俗地说有的话呢 他们所主张的 一定是有 那真地所谈的空呢 就是属于时空 属空的部分 可是我们现在 所谈的呢 二地呢 是属于 阴言 阴言的假名 是一种延期的假有 所以他是 没有实性的 他是没有实 真实的一个定性 所以怎么会是有有 所以假有 假有 假有不可延期定有 假有也不是空 是延期 所以是一种空无 所以即使假有呢 他是离开 离开 两边 这个 也不偏于有 也不偏于五 所以他是属于中正的部分 所以真地的 跟真地的也是这样子 所以才称假五 一个是假五 一个是假有部分 所以称假五 取定是五 假五也不是有 既是假五 哪能是有 因为假五的话 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一种假五的话 那是 也是一样 是远离二边 所以是 是灰有灰无 是中正的 那 三论中所提的 这种 三论中 中道里面所提的 就是属于这个道理的存在 属于这个道理 所以 真属恶地呢 我们来讲真属恶地的话 他本身就是属于中道的部分 所以说 三论中常常在讲的这种 四地中道 真地恶道 或者是和民中道 和民中道这些呢 其实他跟这里是所提的 不出体用恶症 不出体用恶症 所以前面有讲 所以前面讲 讲到假有不可定其 不可延其定位 因为他假有的话 不可能有嘛 既然是假有的话 那 不 没有办法说其是有的 那 假有不可说其无 因为你已经讲到说 这个是无 所以从这个 他再谈到后面 假无不可定无的部分 意思是一样 所以都是眼离空有二边 有无二边 所以 可以称他是正的 所以说他是正的 这是 所以这一段再 另外再讲到 讲到是这个 用正的这个部分 讲到用正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书 和民为正 打如因言假有 目之为俗 假有不可延其定有 到后面这个 故目之为正 那后面提到 他就会再问说 为什么要去变体跟用 因为这一段 后面的这一段的话 他都是在讲到 讲到体症跟用症 这两种 这是说明 为什么要去辨别 要去施舍 体用恶症的提醒 所以他何故变体用恶症 他回答说 相末顿根多舵 偏写 诗衣出世 匡症佛法顾名用症 既是正教便悟症理 则有体症 则有体症 那在这一段里面呢 刚刚提的 他是把体用这两个 加在加了一个症 然后所以体症跟用症 是来变名 变这个变名恶地的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体症 跟用症这两种 他的后面所回答的就是 向瓦还有末法时代的众生 向瓦末法 因为这里后面会提到 这里所讲的是属于中论的 这一本 所以龙树菩萨跟菩提 提婆呢 他是在向瓦时代 向瓦 活灭之后五百年呢 是属于向瓦的时代 那向瓦的时代 众生的根性呢 是比较暗屯 对活瓦的这种学习方面呢 就有一些偏见邪见的知见产生 有这些知见产生 那 所以这里讲多多偏邪 那世一呢指的是龙树菩萨 龙树菩萨呢 那这个就是我们来前面讲 摩叶经里面提到的佛所授记的 就是 末瓦时代就是有龙树菩萨出世 然后造论 破这个邪见 所以龙树菩萨出世是为了 活瓦剑 活化 为了把活化弘扬起来 那 就正对活化的这种不正切的这种认识 所以在这一段 这一个里面呢 龙树菩萨是为了把活化 把众生的那个知见呢 能纠正回来 所以他是在教义方面的这种 这种申数方面讲的方面呢 是在着重这方面 所以这是属于用的方面 那是属于用的方面的 那既然知道了 所以说明用证 那济世政法的部分 既然都能够了解什么是政法 什么是政教的话 便能由这个教 有这个理呢 而悟入懂得正理正道 这个就是属于体正 属于体正 所以说听文方面呢 那就是借教悟理 借教悟理 目的是为了处理生死 目的是为了更顺路佛化 能够发大菩提心 正菩提道 所以有用的这个部分呢 然后来回转 认识 去体悟 所以能够悟得正理的话 是属于体的部分 那个体的部分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 他要讲这两个的 两个 并物则则 最有体 体正 就是在讲这一段 正法 佛陀时代呢 那所有众生 一文佛说法 像我们在很多的大圣经里面 就看到说 像一些长者 那他们一文佛的说法 就得到华眼镜 正路 正路果位部分 那是在正法时代 有佛时代 那上根深重 可是到像法时代 到像法时代 那这是在中论里面 也有提到的 中论的这种 详细 出品里面提到说 像法中的人呢 他的根基 开始慢慢讲 转到比较顿 就是对于什么样的学习呢 那他会比较没有办法去体悟 那除了没有办法去体悟之后呢 之外呢 他还会去灼在这个法上面 或灼在法上面 所以如果是求十二音言 求五音十二路十八节的这种 解定像的体型呢 那他会灼在佛意 那个文字上面 他会灼在文字上 那对于佛陀的那个本来的那个意境呢 他就没有办法去理解 理解 文大师 就像说 听到那个大圣法说必尽空的话呢 那不知道 什么样 为什么会有这种必尽空的 什么音言故空 所以会生疑 会有生这种怀疑 就像说我们常听到 文这个必尽空的话呢 如刀伤心 所以他就产生很多的这种 就是没有办法体会佛的真意的这些呢 那龙树菩萨出世就是为了 让这些人呢 能够在转入正的正法当中 能够转入 所以才出世 才来讲这些才来造论 所以我们在下见的部分 这些地方也会有所谈到 有时候会有所谈到的部分 好那再来是 就是我们这个课本的第46页 它说 但正有三种 一对偏病 目之为正 明对偏正 二近近疑偏 明之为正 未近偏正也 三 偏命继续正义不留 未偏偏 未正 不知何以美之 强探为正 未绝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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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出自在中观论卷 一言品里面他提到的 那这边有一个我先跟大家讲的 因为我提出来这个是中的部分 谈到这个用中的部分 可是我们课本这里呢 它有它是用正 可是我们后面他有提到 我们把这一段先念过去 所以 麻烦你们看一下 偏病继续正义不留 这是从47月的 这个他从46月 他第一个是对偏病 对偏病的部分 那第二 就是对偏病目之为正 所以对称为对偏正 那第二是 近近一偏 明之为正 未近偏正 三 偏病继续 正义不留 非偏非正 不知何以免之强叹为正 未绝带正 所以这三个呢 一个是对偏正 一个是近偏正 还有一个是绝带正 后面讲到在正 既然官论一而 因于体正 发生正官 名为体官 借恶地用 生恶地官 名为用官 故官聚恶也 官便于心 为众生故 如实说 体名为体论 若说 以用名为用论 故 论据恶也 正既有偏 偏近 正既有对偏 近偏 截代官论亦然 类前可知 他说正有偏 近偏 截代官论 好 因为 那个中官呢 他也叫做正官论 所以他说 他 这个地方呢 是把正官论 这三个字提出来谈到谈的 所以为什么用正官 那后面讲到论 名字为用官 或提论 说 多说以用 名为用论 他是把正官论 这三个字 正官论 他前面这个地方 是在讲中官的一个部分 那后面的话呢 因为这是三论嫌疑 所以他是把三论里面的 就是中论百论 十二门论 三论里面的一些重点 全部都把它出来探讨 那 他这个前面就先讲到中论 所以用中论去谈到体根用 所以后面讲到的这个说 正有三种 那正有三种的话呢 那官也有三种 论也有三种 所以他才会说 正既有对偏 近偏 绝代 官论亦然 所以如果说 对偏正 或者是对偏中 近偏中 还有绝代中 那如果是以官的部分的话呢 就把这个正去掉 就变成对偏观 近偏观 绝代观 那如果是谈到论的话呢 谈到这个论的话呢 那就对偏论 近偏论 绝代论 所以才有后面这个类前 类前可知 才有这一个 那对偏病 目之为正 那什么 什么 其实就是在一篇的方面呢 那如果有 就是以断肠症的两个来讲 让他去了解 所以让他去了解 所以让他去了解 其实对于 凡乎或者是小圣人 他们的这种 对于断肠的这种定性的这种偏见的话呢 那以中道 大圣的这种中道之见呢 来对他说明 所以这是属于叫做对偏正 就是用大圣的这种中道的 的知见 来让他去除 对于那个断肠 断肠跟常见的这种错误的见解 去把他就正过来的话 这是属于对偏正 或对偏中 那第二个是迫近偏病 就是 就是近偏中的话 就是以中 亦近于偏病 顾名近偏中 这是前面所讲的 慢慢纠正过来的 迫近偏的病 的毛病的话呢 那倒向 倒向之二一华 就是属于唯一的一个症 或者是中的部分 所以他说立于中 那把这种偏病呢 全部都去掉 这个是属于近偏症 或者近偏中 那另外一个的话呢 是说第三个的话是对偏呢 才说 你有偏的话才说 有邪的话才讲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像前面这一个 近偏中的话呢 偏见邪见的这些呢 都已经去除了近近的 所以他的近偏中的话呢 那所有的这种邪见 偏见邪见 断见 这些通通美的的话呢 这个是叫绝带症 这个叫绝带的部分 绝带症 好 这是第三个的部分 那如果是真正来讲的话 那中跟正的这种 就是以前所称 所讲的 那这些东西 如果你有存在的话呢 那是没有办法去讲的 所以据无从所说的话 就是我们所讲的 李也言 没有对待的 所以是绝相 也不是偏 也不是正的部分 所以这个才是 纯粹的这种 中到实相的部分 那后面所讲的 他说 偏偏俱俱正义不留 灰偏或正不知何以明知 灰偏灰正 因为偏并俱俱的话呢 那正也不能存 就像我们常常讲到 说你光空 那这个空 你也不能留 你也必须要空掉 你也必须要空空掉 所以正也不留 所以刚刚已经讲的 这一种 因为要有前面这几个 所以必须去有所安利 可是事实上 中跟正 就是我们讲到中论的这个 他是讲到必进空的部分 所以连这个正的 这个所安利的话呢 他都不能去讲 所以是李也言结相的部分 李也言结相 所以是属于灰偏灰正 李也言结相 后面讲到正义不留 灰偏灰正 不知何以明知 那就是不知怎么去 不知怎么去赞美 怎么去讲他的 所以才把它称为一个 强碳为正 这是属于结代正 真正结代正的 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绝诸对待 绝诸相待的部分 把有相对的部分都要去除掉 所以连这个正都要去 都要去 因为你有正的话 你就有不正 那这一个这三个呢 就是对偏呢 还有近偏绝代的这三个呢 其实他是用 用那个道理来探讨 他是用这种波法的犬身 做一个次第 做一次次第来探讨而已 那当然是这样 我们最后所讲的绝代的 这一个部分 所以他说 又以意义为偏僻禁忌 得友宜忠也 这是后面的绝代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就是我们课本里面所讲的 所以他说在正义难 在正义难 在正义难 官论义耳 那因为三论嫌疑所需述的 就如同我刚刚讲的 其实他在讲三论的这种 大义方面所讲的 那目的是做什么 就是很简单 就是四个字破解险正 胁破了 险就正就显现出来了 所以不需要再去另外立一个 不需要再去去立 所以破邪的话 就是前面所讲的 破内跟外 破教的 还有外道的 这种 邪说偏邪的部分 那显是要显什么 显的话 就是显中观论 显这个三论 他的这种 他内中的这种议理 那这里讲的 那个 因为是讲到中 讲到官 讲到后面提到的 就是 在正既然正官论义耳 所以这个就是属于正官论的部分 也就是中官论 也就是说中官论 是正既然弦义的 中跟正 那吉障大师呢 就是在中 那个中官论 他的思想 他的思想是 常常讲到 以无所得正官为中 那所提 所先讲的 就是属于这种 这种正官的思想 属于这种思想 所以中官的话呢 因为前面所讲的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是中 那一般来讲的话呢 就是属于正 绝带中 我们前面所讲的 这那个书里面都是用正 那去查都 去查一些的话 都是用中 所以 那个山路里面的中官论 中官的话呢 他也叫做正官 正官论 所以中官就是正官 正官就是中官 那今天所选的 这个部分呢 在现在这一段 所讲的是 山路嫌疑里面所选的 是根据中官论 这三个字来谈正 所以才会有 刚刚我跟 带大家先看后面的 也就是说 在正义南 官论越南 把 把这一本书里面 先谈到 正 体正跟用正的部分 来先明了的 所以 就中论来讲的话呢 其实 他是具有这两个 体跟用的两个意识 所以才讲在正义南 在正义南 在官论越南 也讲的 所以 因以体正 花生正官 名为体官 这个第一个话呢 这个官制呢 就是他具有体用 那他所 他所 体的这种情形呢 那因为他要去观正道的离体 正道的离体 所以 从正道的体体呢 产生了正官 这是属于体官的 体官的部分 所以是体用的 体用的部分 然后 所要观的对象呢 是二地教 二地观 就是说 二地的话呢 隆布施菩萨呢 他是在用正的部分 他教化的部分 我们听了 我们从这个 去观这个二地教 去体悟这个二地教的话呢 这是属于用观的部分 用观的部分 所以这里呢 观也是有体 也是有用 那后面的论呢 也是一样 所以论也是具有体跟用 也是具有体跟用的部分 所以他这里讲到体具有二 那 官便于心 官便于心为众生故 如实说明为体论 若说于用明之为用 就是说 这里呢 官便于心 为众生故 如实说体 体 名为体论 这是 这里所讲的 因为 存在于心的话呢 就是官便于心 存在于心的话 叫做官 所以这一个导数第四行的上面 他说官具二心底下呢 官便于心为众生故 官便于心 可是实话之后 你把它说了出来 就是说出于口 官便于心 那如实说体 名为体论 所以这个是属于体论的部分 那 如实说体 那 如实说体 这一个就是 真真实实的 讲出 正道的道理 那正道的道理 正道的理体的话 就是 就是属于 属于 他的道理是属于中道实相 所以这个是属于提论的部分 那因为你要讲出来 你必须要有所用 所以会 就强明为名相的这个情形之下 那你所讲的内容是属于二地教 那二地教的话就是属于用的部分 用的部分 所以叫用论 所以论也有提论跟用论 提论也有用论 所以说上面所讲的 如果说以用之用 明之为用 故论俱二也 论也具有 具有 提用 也是具有这两个 就是 提用跟论用 提论跟 就是论用跟 论用 提用跟论用的这两个 也同时是具有这个体跟用的部分 那后面提到正有这些的话呢 所以中官里面呢 那因为要显正 所以对这一个 禁篇禁篇 截戴的三个 官论也都是有这三个 以示的存在 所以 官呢就有 对篇 官 禁篇官 截戴官 那论呢 那论呢也是同时呢 都有这个 对 对篇论 禁篇论 跟截戴 论的这个三种 所以用正观论的这一个 这个书的这个题目呢 这个三个字 是来谈的 以这样下去 类推的话呢 那是 就是我们这本书所讲的 也就是三论中他所讲的 破写显正 那是主要是根据中官 为根本 为根本 所以破写呢 依正官 显正 也是依正官 所以这个为主 前面先讲到 那后面的话呢 他会一个一个去探讨 所以他后面 后面有很多次 赤明赤明赤明的话呢 都是在谈到 那个 其实就是下一个篇名 就是下一个 下句里面的 别是 重品的意义 因为 我们在三论嫌疑的 这一篇书里面呢 那吉祥大师呢 一开始就把它开成 就分了两个 两大段 一个全面所讲的话 是属于通序大规 通序大规 那他讲的就是要破斥的 是属于破写显正的部分 那到这一个地方呢 就是通序大规的这种破写显正的这个道理 因为说从外道开始破 破印度的外道 破中国的外道 然后火教里面 就是外的破 然后火教里面呢 那皮坦啊 陈石啊 还有中国的这些 邪说呢 那还有大圣的这种所值方面呢 他都是破 把它破除掉 所以到最后面呢 其实都已经是 做一个结束 那下件呢 他就是属于别是重品 别是重品 所以三论显的意义呢 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讲到两个 一个是通序大规 又是别是重品 那别是重品 他又把它分好几段 再讲 再去论述 所以通序大规 那如果这个别是重品来讲的话呢 它是属于差别的 一个一个一个把它论述出来 所以才叫做重品 重品的部分 所以前面讲的是 广阔性的通序的在谈 那广阔性的通序性的来讲的话呢 就是讲到三论的这种中词 三论中词 那可是后面 我们提到的这个下评的话呢 他就是分别去解释 解释三论或者是四论 因为有些地方 会把那个大致多论提出来解释 所以 不管是三论 不管是四论 就是 以本 这本书的三论嫌疑来讲的话呢 他是解释这一个三论 各自的重点的要 要义 那因为四论 我们姑且把大致多论加进去的 这个四论它的重点不是一个 就是它的要点不是一个 所以才称为重评 才称为重评 这是一开始所讲的 那另外来谈的话呢 就是四论的话呢 它的那个 它里面的内容会有所差别 就是它所所破所显的就是会有不一样的部分 每一部分就是有些破坏到 有些可能不是 那是它的内容呢 就有点不一样的部分 可是在这个不同的这个当中 就是四论 中论百分之三论 加上一个智论的话呢 它这个四论呢 那每一个是有所不同 每一品是有所不同 可是在这个不同的当中呢 它有共同的中 那个中心点的部分 所以是在同中又有不同的 这种类别差别存在 那就是 就是说 我们所讲 没有分别中的这个善分别 要去把它分别 这种 这种 它里面的不同 所以才把它分为 为别式重评 通续大 那个三论协定是两卷 一个是通续大规 一个是别式重评的部分 一个别式重评 好 那我到这个地方呢 是把上卷呢 那做一个 做一个结论 所以前面 从通续大规矩到这个地方呢 谈到 做一个结束是用正 就是中观的这种 的那个中 或者是 正 用正观制 因为 我们都是谈 在这个地方都是一直讲正 就是 其实是用这一本书来谈到正的部分 那谈到的是属于 我们虽然说 讲到说 它是体跟用 可是其实在讲的话 就是属于 已经是属于二帝的部分了 所以就是用正观论的正式 来了解 来了解 了解体跟用 所以才会体正跟用正 所以是用观论来解释这个体用的情形 好 那下一个呢 就是下卷 下卷 下卷 下卷的话 麻烦你翻到四十九页 四十九页 我们把这个念一下 然后先休息 三论嫌疑的卷下 赤明经论相知 大品经营 虽生死道常 众生性多 菩萨因如是正义念 生死边如虚空 众生性边欲如虚空 始终无生死往来 亦无解脱者 然既无生死亦无涅槃 则知亦无众生 即以以火 您有今之以论曰 故内外病名 言官寄集 先到这里 就是先这一段 一段一段的 一段一段的 来把它提出来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个几分钟 那接着 我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讲到说 太虚大师在他的书里面 曾经讲过几句话 他说 中国佛教 中国佛教 这个汉传佛教 都是从佛菩萨的立场 来读经典 来看经典 来讲经典 所以境界都是很高的 所以讲到这个自相空 自信空的话 像那个 那个你刚刚讲的 维莫吉跟文殊菩萨 都是以菩萨的那个 那个立场的身份 在谈这些的 对不对 他是以这 所以他们两个 才有办法去路 那前面后面 前面的那一些 三十几位的菩萨 他们就没有办法 他们各自讲自己 自己的那个 对那个空的那个体悟 他们就没有办法到这个境界 活不讲 活不讲绝对的 他没有讲绝对性的东西 他如果说 跟他讲说 你这个不对 那佛就是讲绝对性的东西 他不讲绝对性的东西 不一定 不一定 你要去看他里面的内容 讲的是什么 就是说 像如是 如是的话 那 如是如是的话 那对方弟子讲出来的 不一定是佛的 佛的心正的部分 佛的心正 就是我们讲到说 为佛一人 即净土 有没有 为佛一人即净土 那这个净土呢 就是佛菩萨的境界 那今天佛讲如是如是的话 他佛是在印证对方弟子所讲出来的 他讲的是对 可是他讲的对的话是佛对他心的那一种气路 他讲的是对的 可是佛的话呢 他的境界更高 那他没有办法达到佛的境界的话 佛怎么用他自己来讲 他的佛去印证的只是他对方所讲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并不代表佛陀内心是这样子 佛认同他的 他的那一个反应啊 对不对 可是佛认同他的反应是 佛陀知道大家设的内心的那一种心思构想是什么 所以佛陀才这么说啊 脸花微笑对不对 就是说大家设他知道 好说的佛女花嘛 佳设微笑对不对 对摩佳设的那个评价 佛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佳设的根性 佳设尊者的根性 如果说佛要把这个正华演唱附属出去的话 他也只能传一个人 他不能传多人啊 所以其实是说 诗乡所讲的 陈诗乡所讲的这个是编后人所编的 也许吧 那后人所编的也是根据前人书里面所来的 所以正华演唱 这样子传传下来也只能传一人 那唯一的是传什么人 为什么他不传乔成儒 乔成儒 乔成儒他们是 最早的五比丘 最早的跟我出家 那如果是说传掌不传弦的话呢 那正华演唱传下来是不要传乔成儒 就是那五比丘的 那为什么传佳设 其实所有的经验里面 佛是赞叹佳设尊者 他是苦恨苦幸的 他为什么不传阿难是多人第一的 那传行的 传那个苦恨的那个解行第一 解行的可以说是解行第一的嘛 他为什么传 那为什么不传大目见年 他是神通的啊 还有我们讲波罗中官 波罗中官那应该是传 西弗里解空第一的 那为什么要传这个 你不能说他解空第一 每个弟子都是解空的喔 只是说他 每个弟子都有他特殊的地方 他的第一的地方 可是你解空佛说西弗里是解空第一的 佛说西弗里是解空 并不代表其他的弟子不解空啊 这是说就是因为 所有的弟子都解空 可是他会执着在某一点点的地方 就像说我整 那个古盘效应的时候 那虚菩提德的解空是 一破到底 那其他的弟子可能是到最后还有一片 糟糕了就停路一下来 所以并不代表他不解空 而是他解空他在解空的地方是最 最特殊的一个 所以其他的部分 并不代表说他没有喔 他只是在这个地方 他比较特殊一点 就像说我们现代人来了 那出家 出家法师这么多 那有些法师呢 他在那个唱念方面就很特殊 可是这么特殊的一团人 比如说 那个什么 什么法会 两碗法会 那五个法师在那边唱念的时候 那其中有一个就更特殊的 那不代表其他四个都不会啊 所以他有他特殊性的地方 那特殊性的地方 我们一直延述 那为什么传大家社 那个我讲过嘛 这一世 其实大家社这一世 他是可以成就 他即使不遇上世家的话 他也是可以成就的 他是所有的弟子里面 他是根性最超的 最超然的一个 所以他是属于解 那个苦行的 苦行的部分 可是他还是被佛护去嘛 一个起贫 一个起负啊 那两个都是 都偏嘛 你不能执着说 我一定要去起贫啊 那我要给贫责 贫穷的人 种福田 那一个是说我要起负啊 我要让负责的人啊 不要这辈子用了太多 那没有去没有去修会 所以下北都出生啊 他会起贫起负的话 那个印度他们贫穷的 非常贫 对不对不对 不一定的地方 所以他特别到贫穷的地方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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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吃嘛 那一个是起负的话 就到到城市当中 富贵人家的地方去去去去去 所以起负起贫就这样 那难道这两个真的是起乎起贫吗 其实不是 不是啦 你不能用你自己的 我已经在讲 上一节也有讲 不要用我们的意识心去想这些 对不对 因为那个时间 那有吃的那个时间 那地址的话呢 那也不能时时刻刻都一直在外面脱波嘛 这当然有一定的时间性嘛 那脱波不是说 我去到这个地方 我坐下来 我坐下来 我敲敲门 不是欸 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出家中会有那个习葬随身 我们现在都没有这些东西了啦 有啦 后来 后来又 那个佛教界的话 又有做那个习葬 那 我们早期 早期去受戒的人 就没有那个习葬 这一个 这个东西 那之后呢 自己再添购 那 那个习葬是要 要带得出去的 这水生物之一 三 三一巨波 这些还有 就我们有好几种东西 就是要水生带出去的啦 所以不是说像我们说 我真的 我这样子脱波 你可以去菜市场门口那地方站着 人家就看到就会 就会哪 就会晃 你说脱七家对不对 你在菜市场的话 没有所谓的什么七家 就是人家来的话就放进去放进去 就这样子而已 对不对 那有七家吗 没有啊 其实那个七家 那个七字 如果说我们用佛教的道理来讲的话 那七字是不是真的当时是七 这个我觉得 我不会去 去执著社一定是七的这个地方 他只是在借我们说不要贪 够用就好了 所以为什么那个叫音量器 我们有三种尺寸的音量器 大中小 因为依据你自己个人的那个食量多少 零售区的那个东西 如果我看到出家 你这个出家人来了 然后我顾娘 那我顾娘你的算不算一次呢 所以刚刚我在讲就是这个问题啊 你去市场的话呢 去市场对不对 那在市场的地方 绝对不会说只有七个人吧 所以那个就没有这些限制啊 像我们在台湾的话 那个我们有没有脱波 没有脱波啊 可是出家一定要脱波啊 就是你要去体会一下脱波 所以我们出去的时候 佛教会他就会安排 就是要走过哪里的视线 要安排啊 那有些寺庙的法师就 就 那个他们的那个信徒 就随眼就出来 站在路边就供养 那还有说 你如果脱波心心 刚好脱波心 那我就刚好这样 我就要放 那你心心 他会不会想说 欸我已经七十 啊不会啦 不能讲话啦 不可以啦 随眼随分啦 随眼啦 随眼啦 这个就跟戒力没有关系啦 没有关系啦 这只是一个一个教授而已啦 这跟戒力没有什么关系啦 脱波也不是戒力的问题 脱波也不是戒力的问题 要收还是可以收啊 当然可以收啊 为什么不能收 你如果没有这个贪念啊 所以我刚才已经讲了 其实这些都是在做什么 自贪念啊 那脱波的意义在哪里 不要在饮食上面一直去浪费时间 那你也要给众生 种福田啊 我们如果是在饮食上面一直浪费时间的话 对我们的化身外面是没有帮助啦 可是你今天讲的众生啊 今天你要让众生成就的这个 你要让众生成就的所谓的舍 你如果没有修舍的话 你如果没有这样的行为 众生没有办法修舍啊 没有这个你如果不扣扣 你如果 那众生就不能故失共养 那你直接讲众生要入国 那我们讲不管是 一切的时候要入国 都要舍这个有 都要把这个有舍掉才行 那是众生有舍掉 有所取舍 我知道你的意思啦 那个刚刚你提到这一点喔 你出去启脱波的话是 等于说一个比较平等时的方式啦 那可是你要想到说 印度的天气 在七月份的时候有三季 就是三个月的遗季 那佛陀波是指定说 那个时间大家尽量不要出去 那这个时候 食物怎么来的 东马是拿到寺庙去供养的啊 对不对 拿到寺庙去供养啊 所以你说没有这些像台湾 中国的这些那种摧氏族的东西吗 有没有 应该 都没有吗 都没有吗 里面没有讲的很多啦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说我们今天看印度的那个建筑 你去看你去你就会知道 那他们有时候 可是会不会带你们去看那个 因为我们真的有去走访民间喔 就是我们的那个导游 他有带我们去他们 他的家那个附近 我们去看 去他们那个房子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七八个人怎么住得进去那房子 没有门喔 没有门喔 那主汉在哪里 洗澡在哪里 就他们外面有一个 有一些那个蓬布啊 那一种那个摇水那个 那水都摇上来的时候 就对着这身体这样子冲 就这样冲而已啊 还有那个印度教的事业 有没有主办这个事 应该有啦 因为印度教那时候 有主办这回事的话 我这样的事业讲的应该有 这个书里面我们 我是觉得应该还是会有啦 因为那个 就是六群彼修 当初他们有一些的行为 是被活头所呵斥的 那这个当中是怎么样子 他没有 那个书里面没有讲得很清楚 真的没有讲得很清楚啦 那你刚刚讲的这个问题 那我顺便也交代你一个 有些去寺庙 不要用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想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事情去做 因为他们的那个 印度的宗教信仰是多元化的 有些像进到寺庙里面 他们是必须要脱鞋子的 像今天那个 那个菩提喀雅 这个菩提街 那个是一定要脱鞋子 就是一定要脱鞋子 他从那个一开始进到那个 那个 那个范围 还没有进到那个大殿 我们是说要进大殿 到寺庙去 进那个大殿才脱鞋 可是他们不是 他们是在外面 就会想外面 要进去那个大麻地方 就开始会脱鞋子的 他有管制的 不会 不会 你放心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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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地方放你 那你如果怕的话 你就自己带个袋子 就把他飞进去 不会啦 我们进去 不会啦 他有 他 他 告诉你 尤体是菩提街 你现在要进去的话 你手机也不能带进去 你相机都不能带进去 他好像通过那个什么 好像那个机场那一个 还给你看 拿一个那个一条 那个什么检查棒 把你身上照来照去 那这个是属于私人的看顾 还是 应该是他们国家的 因为那现在是属于那个 那个光光的 所以你要进去那个菩提家业 家业是要收身 那我不是有之前回来的时候 曾经跟你们谈过说 以前菩提家业 我半夜要三年多进去啊 都没关系啊 可是现在我五点进不去啦 五点 我四点五十五到那边 我进不去啊 我现在有时间的限制啊 他现在有时间限制啊 可是我们以前真的 真的是一直待在里面都不出来 都没关系啊 那现在就不行啊 那现在就不行了 蛤 胡斗争到底 他有一个铁塔 不是铁塔啦 就是那个 那个叫做正绝塔啦 就是佛陀成道的地方 菩提树是在这个正绝塔的后面 那个树也不是佛陀那时候的树的啦 就是已经移植过 那原来真的佛陀时代呢 那一棵树已经早就死 已经死掉 已经 这个是移植再移植的 这一棵树是从 现在的这一棵树的话 是从那个 司令人派那边再请回来的 就是二义王的时候 二义王 那个 那个 信仰活叫 那他有个女儿嫁到那个 信仰那边 那原来的已经都死掉了 所以 所以 徐师兄你去 不要想说 我想怎么样的 要注意一下 可是我们跟团去啊 那会 跟团还有 只有领导啊 有这个导游 跟袋子啊 你这个 你的客戏跟团 不要露面啊 不要 不要 菩提喀呀正洁了 他去那个 他到了那个 有时候要学员就要入面 他就知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恭喜你了 那五场还有 还让你准备 你说等一下 隔两天 就讲一下 就打个三秒 欸 好像 有在谈说 大概两年后 还是多久时间 好像要在菩提喀呀 他提行一坛 一坛那个 國境式的 宰神 公佛 好像有在策划 因为佛做 佛 佛 佛路逆满是 他不是说 他自己所做的 他灌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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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佛的激怨 一见奥佛 已经没有激怨了 没有人情话 佛也不用说话 这时候他 既然所谓 画一个语境 他画一切众生的秘密 他才是逆满 那阿勒范是说 我生语境啊 身边灭己 所做一半 他所做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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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一样 阿勒范自信正义 好 這時候他斷自己的入捏盤 斷煩惱了 他自己自入捏盤 就斷煩惱了 對啊 煩惱一斷 對啊 那個可以啦 就是那個生死可以自乳的話 其實也不一定要到正果之後 那個生死才自乳 可是你講到修苦心裡面 因為生老畢竟本來就是 你除非你能夠自入捏 你不能自入捏盤 種種的生意 種種的邪魔 它是不能於苦啊 因為你到最後不管你是誰 到最後還是要吃辣 你還是要去吃 連佛都要去湊鍋那一餐啊 佛要化他 佛如果不去湊鍋 眾生不能得利益 佛出事就是要讓眾生得利益 佛會說我不吃 那我們不變開 那你眾生的佛成佛出事先 就沒有它的價值意義 也沒有功德 對 好 我們回到那個三輪嫌疑的卷 卷下 我剛剛只是念到那個祭集的部分吧 就是圓關記集集喔 那在這裡有一段就是它是出著在大佛羅經的夢行品裡面 就是大秉經說 雖生死道長 終生性多 這一段 那菩薩一如是正念 生死邊如虛空 終生性邊一如虛空 此中無生死往來 生死往來 是生是來 死是往 我們都講往生 兩件事喔 了解嗎 往生是一件事 兩件事 我們現在死了對不對 然後這個死了之後去投胎了 所以兩件事嘛 我們去冰寫來的啊 那還有這種情形 以前農業社會 然後不是要守守夜 守靈啊 那個在頭七的時候不是有一個習俗 你們知道這個奇俗嗎 知道 那個頭七的時候 撒米啊 撒米 目的呢 看他進來 進來那邊畫 不一定撒米啦 不一定撒米 就是上面畫一些沙子這些的 真的會有嗎 我不知道啦 因為我花石 我全都不搞 我不看這個 什麼撒米出來 沒有啦 通常他講就是 撒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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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善 大惡都先走了 馬上就走了 沒有了嘛 我們一般的投身 一般性的就是七天投身一次嘛 對 你這七天裡面沒有投身 你第七天就再來 再來活一次嘛 就這樣可以嘛 那第一次七天你又沒有投身成功 就第二次嘛 七天沒有成功的話你就沒有啦 七天就結束了嘛 七天就結束了 七天你真的沒有投身 那你就是流浪漢了一樣啊 就是顧問耶鬼了 顧問耶鬼啦 顧問耶鬼啦 其實不能說他顧問耶鬼 顧問耶鬼他已經落入到鬼道中生了 對不對 他還是中陰生啊 他還是屬於中陰 那個就要受那個就要接受一般性的這種超度啊 這種兩場超度啊 大型啊 中陰 中陰這些的 對 你如果投身就不能超度了 投身就投居了 投身就已經去了 投居就不能超度了 你已經 你已經去到另外一個 你已經從這一世 已經去生到另外一個 已經去往生了嗎 已經去往生了嗎 已經有意義的 中陰就是有意義的 他已經去超度 所以可能當人呢 他可以當什麼 所以我現在講的就是剛剛提到說 那個人死那個七天 第七天的時候 我們民間的習俗是說 以前說要哭嘛對不對 那就是在第七天 那第六天的晚上十點多的時候呢 晚上十點多就要先哭 不能超過十一點再哭 那就是讓他知道說他已經死掉了 習俗上說讓他知道 因為什麼讓他知道 因為他超過這十一天 第七天的那個時候啊 那炎羅王 所以帶他去洗手 那他把那個水澎起來的時候就 就看到自己的那個手指頭花黑了 才知道說自己死掉了 所以人死知不知道自己死掉 不知道啊 這是民間的說法嘛 那活教的說法 你當下你死了之後 你馬上依你的業力而去往生 那到底哪一道 就是依你的業力去了啦 沒有死啊 沒有生死嘛 你也不知道你死了 因為你還一直生嘛 對啊 你繼續在生 對啊 你的死是 你的死是現階段的這個的結束 所以死的意義在哪裡 生的意義在哪裡 一個是開始一個是結束嘛 生死兩個字結束是這樣子 所以沒有生死嘛 如果說沒有生死 那世間法醫生為什麼 有一個女生病呢 醫生會給你身體 你大概有這個 你這個身就 他為什麼能夠有實質 世俗的現象 世俗的現象 他為什麼能夠做得到 你大概幾天你就晃 你沒有這些的話 那這個就是屬於社會世俗的一個情形 那為什麼就像說 世教為什麼要露滅度一樣啊 你不能在這世界呢 也可以看出 世間法他們 那這個世界他為什麼能看出 你要大概五年後你要掛 他是用科學的一起來啊 所以現在有時候 你知道嗎 你要去看透這些東西嗎 他不懂 不懂這些嘛 他這些什麼都不懂啊 因為他是屬性的嘛 在素季跟大素季 他有那個臨場的實驗跟經驗 我們這個國華是在更高一層的角度 可是我現在問你在這裡 今天阿羅漢是天空 那往生西方的極樂世界 這個有還要再相遜才行啊 那你這個有 阿羅漢他滅有的知道所謂 他滅他那不生不滅是嗎 我沒有說未來的問題 去哪邊 如果你講了那個去極樂世界 他有沒有這個軀體 那應該要有一個有一個我 有我不死 就是說有我有一個我不滅 如果說要講說死這個死是滅的 就不應該有我 那你說阿羅漢的解脫 各位王師希望解脫 那個王師希望解脫 那個王師希望解脫 算是有解脫嗎 那應該不算解脫 他沒有他不是解脫啊 他只是從這個世界 從這個極苦的世界 升到了極樂世界去的話 他在那邊 他沒有造業的機會 他是文化的機會 他跟隨著在就是在阿彌陀佛的座下 在那個地方 他沒有餓嘛 那個地方沒有餓 也沒有苦 沒有餓就沒有苦啦 他是對 進入空性 進入空性沒錯啊 可是你到後來你真正的終關的話 你連這個一副性你都要去掉嘛 你在空性中的話 你在空性中的話 你 無所奪 無所著啊 因無所著而生其心啊 你不能去 你希望極樂世界要只有 只有才能 那還是有執著啊 希望極樂世界淨土講的 可是真正 我不是有跟你們談過那個 淨土他有念火的四種情形 四種念火 到最後是觀像念火 那個石像念火耶 那也是要擊佛 第一個是慈民念火 到後來是觀像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石像念火 他是最高境界的石像念火 所以你 你慢慢進去慢慢進去 一開始的話 你因為你驗沙婆苦 那然後你拚命的念火 你到那個地方去 你慢慢修行慢慢修行的話 那所講的 其實活活道童 活教裡面所講的 雖然是從有門 我們說他是從有 因為告訴你 淨土的話告訴你的 是有一個希望極樂世界 有一座火 有一個念火的人 有這個心 有希望極樂世界 有這個淨土 他告訴你的 明明是有這個地方 讓你身體說 這個沙婆世界是這麼痛苦 那個地方是有這麼地方 在那裡等著我們去 是很快樂的地方 讓你能夠興起 那個心 心的 然後厭苦的這種心 你升到那個地方去 你去到那個地方 並不是不修 你只是把這個 我的這個身體 所以為什麼說 在經裡面講到 那個蓮花化身 它沒有這個軀體的 它沒有這一個五陰身 所以它不再受五陰的苦 去到那個地方 你隨你的意念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隨這個意念的話 因為你已經沒有這個五陰身 你就不會再有這種意識 你去到那個地方 可是你的業在不在 你還是在啊 那這個等到你 你乃什麼時候 你要願意下來 你受償還 你過去所造的業力的話 那時候你下來 你再去償還 可是如果你不下來 可不可以 你一直在那個地方啊 可是你的業力就存在 那能不能成就成佛 它地方就沒有成佛的時候 那你因為成佛 一定要在人世界 你一定要再下來 所以在那個地方 是長養生態 一直把自己的那個 那個內心一直鞏固 一直鞏固 行為一直糾正 你在那個地方的話 就像說 經裡面所講的 其實世界裡面呢 那有什麼樣的好 有什麼樣的好 那個水啊 那個風聲都可以聽 可以聽說法 那這個說法是你的內心 你自己在那個境界當中 你不會向外面去攀斥 你心都是親近的 你聽到這些的話 你都是生歡喜心 你不會起重還照的心 那一個是彌陀的豔力 生到彼國去 沒有傷到大沒有什麼 那所有的陰生都在說法 犧牲無為廣常識 不一定到極德世界裡面 去你才可以聽到這些 隨你的心念在變 你今天心很不舒服 你看到所有外在的東西 看任何人 你都會覺得很障眼 可是你今天心 如果很高興的話 人家說一鏡 事實上你的話 你也覺得不會生氣 看你的心態在主事情 所以心是很重要的 心是非常的重要 那這裡 波羅經的這個孟行品裡面 提到的說 是菩薩摩扎 他在行六度波羅蜜的時候 那你要做什麼樣一個念 你在修行的時候 所以生死道長 眾生性多 生死是什麼樣的 有沒有無始無終的 那眾生 我們用這個句子下去 從這一個句子下去 因為六道眾生會長會長得多 那每個人 每個個性 眾生性多 他性質各異 六道 人 以人來講的話 這個世界有十幾億人 十幾億人 每個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特質 習性方面的 所以為什麼活要講那麼多的東西 我們說這八萬四千法門 所以眾生性多 那生死邊如虚空 眾生的這種性呢 就是特性異性這些的話呢 那也是如虚空 可是在這個當中呢 十無生死往來也無解脫者 沒有生死喔 那也沒有解脫 既然沒有生死 就一定沒有解脫嘛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 就這一句嘛 菩薩摩薩 行六波羅蜜的時候 這是菩薩摩薩 這是以菩薩的境界 來看的 是沒有這些 可是還呼有沒有這些 有 有緩乎有 四向上 絕對會有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去超脫了 所以有人講說我動物 真的動物嗎 你有波羅蜜 波羅蜜 波羅蜜 波羅蜜多不代表 你的行為就具足 波羅蜜多 懂我的意思吧 這個是菩薩的境界 這個是他在行六波羅蜜 你不要他用死在文具裡面 無生死往來 菩薩對於生死很超脫 對不對 今天那個為什麼 那個佛的本身 談故事當中裡面 他可以捨身是福 對於他沒有生死的這種 這種觀念 他能夠犧牲我自己 把我自己的那個 那個曲體各方面 就像你講布施可以得福什麼 我跟你講布施裡面有內財外財 那外財是物質性的東西 就是在 就是在布施的時候 那個財物的布施上面有內財外財 那外財的話是指你物質性的東西 那內財呢 內財是什麼 布施空性 現在講的是布施裡面的那個財事裡面 是實實實在在有這個東西 那實實實在在有東西 你說性空的話 那是要三輪體空 那個才有 施受還有物 這三個都是前部的 走路到中道實相 那才是三輪體 真的是屬於這個三輪體空 那我現在只是問你說 財事裡面的這個物質的事裡面 有一個內財一個外財 那我問一下 你的 這個財是從哪裏是 如果說自信空人 這個空性能生的話 現在在講到賢六波羅密的時候 他是已經達自信空 他已經達到這個波羅實相的地方 所以他沒有生死王 沒有生死的這個觀念存在 那可是你現在講到 你既然會講到說我布施有福德 那你這個有布施福德的話 那你是知道這個道理 你還沒有走路中心 因為如果你真的走到這個 中道實相的這個波羅空 這個自信空 這種空性的話 那你就不去講說 那我今天布施 我有沒有這些福德 那這個是彷彿的境界來談的 可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 這些經典裡面的東西 都是從佛菩薩的立場來看待的 他了解嗎 所以立場不同 那你現在所講的 全部都是屬於這種 理方面 菩薩的立場來談這些 可是我們反乎的境界 你就沒有用佛菩薩的立場來談這些東西 你只是站在高高上面的這個理論上面來談這些 可是這些真的用到你內心的話 真的能夠解脫嗎 你慢慢去信息 當然有一天你會有多久 你是你入活之間的開始誤入對不對 那你這個只是在立向上 你視向上真的有沒有打到說 真的解脫的 那未必喔 我們講到說 是無愛裡面 你無愛 是無愛 你是無愛 然後最後是事事無愛 為什麼事事無愛會這樣後面 你的念頭這樣子的話 這一個念頭可以說可 你的念頭是這樣 你二六十中 你的念頭是這樣子 我會把你帶到這個境界裡面去 可是你不要忘了 你會不會去做這一個 你現在都講的都是在理論上面 你現在只是在文字上面探討而已 對就是物質性的東西 所謂的內財 是你自己能夠做得 捨得出去的 這個才是你真正的東西 是屬於內財 有時候 眼睛的話可能 大家會考慮的 可是如果是像 比如說腎臟劍一個出來的話 那是你們家人親人藥的話 你可能會捨得這樣 不是說你掛了你的建築紀 而是說 現在一個人跟你要走遠 要救遠 你會做得到嗎 那個 那個 那個沒辦法 那是菩薩的境界 其實那個社利火不是 那個社利火他已經到了那個羅漢境界 他那個天人用這個來視線的話 他還起退心 一個人如果心情真的很空的話 其實這個就是說 白天黑暗是無礙我們的 是不是 所以有眼無眼那是無關的 但是生死自如的 我什麼時候要走 那我就可以走了 所以剛剛其實有一句話 我沒有解釋下去 如果今天 今天就是說 我真的動物的話 那 我絕對想要捨爆 很多人就說我很自私 如果說真的今天可以生死自如的話 那我會選擇捨爆 就是不行啊 你生死不能自如 因為你沒有解釋 就對生死能夠自我掌握的人才有辦法 你的心一直在那邊 斷斷續續的一直 一直變來變去想來想去的 這個就是無常 因為沒有一個定性 那你的身體的話 時時刻刻都是在那邊 細胞生出來 然後細胞又死掉對不對 那你的眼睛也是一樣 沒有定力的 你飄來飄去的 看來看去的 那也是無常啊 對不對 那你那個耳朵呢 我現在講話呢 上一句呢 你已經聽過去了 下一句還沒來啊 所以這也是無常啊 那不是很多啊 那你要看怎麼去解釋啊 是無常法這一個嘛 世間無常啊 所有的事情都是 沒有一個常理的存在啊 沒有一個定的 沒有一個定性嘛 對不對 那所以無常這一個啊 你是你 你是你 我是我 你吃飯你能飽 我不吃我不能飽 你的無常是你 我的無常是我 我現在我的心定下來不動 無常 沒有 那兩個無常 沒有啊 那三個無常 所以我剛剛也有講啊 你有五十個無常 每個人都有一個無常啊 那你就是為了 這樣無常就不定啦 一四一一根 那就是隨機說法啊 你想要幾個你就幾個嘛 你現在心裡面想要有幾個無常 那就有幾個無常 我剛剛講的無常就是 就是有想可以決定的 不是想決定啦 因為你現在是講到這個 這個無常有幾個 其實這個無常呢 一開始的時候這個無常的定義 我們都是把它定在生死上面而已啦 可是真正的無常 不是只有在生死上面 只是說 生死四大這個無常化 我們都會講這一件事情 可是真的以無常來講的話 不是只有定在生死上 因為那個 那個無常的話 你要從他的 他的道理 他的那個理上面去看的話 其實他沒有一個定性 沒有一個自信的存在 所以他會變嘛 他沒有辦法主宰嘛 那是你對於無常的一個理解 那是你對於無常的一個理解 可是我們的對於無常的理解 跟你絕對是不相同的 佛陀講過喔 他所講的這個道理 原來在世間都既足存在 華爾如是的 都原來存在 只是因為我們 被我們的一些無明遮住了 所以我們不知道 今天他先了解了 他把它了解的 講出來告訴我們 好這個變下去 絕對沒有辦法 我下課再跟你變 對不對 好 那個生死是 他這個是為 我講下去 你就會再跟我變了 不講喔 下課的話再跟你講 我們下課你要變多久時間 我可以跟你談這些 沒有關係 那可是我們已經講了 快要一節課了 40分鐘左右了 為了這個 從開始講 其實當中也是有一些東西 可以獲得啦 那就是你不懂你就問啊 那你不問的話 可能你不懂 你也不知道怎麼去問這些 那可是你有一點就是 你常常被那個句子大著轉 然後你的腦筋很好 你的環境很好 你會在這個文字當中 那去創造你自己的思想邏輯 來談這些事情 我只能用這樣來形容 是不是用他自己的思想邏輯 那你的思想邏輯呢 跟你的腦筋轉得很快 你的環境很快 這個是有關係的 可是 可是 這個就是你的執著喔 這是你的自我 其實真正一個無常的道理 就是我們所講的 沒有一個常定 沒有一個常恆的 這一個東西 事實物物的存在 這就是屬於無常 那這個世間是不是一樣 因為世界都會敗壞 怎麼有常在呢 無常有幾個種類 所以如果說 我們講說 諸法無常這一個的話 那所謂的諸法無常 就是 所有的世界很多事情 都是屬於無常 所以無常只有一個 那如果你去細分的 就像我們 我們再講這一個好了 上一節我不是講到說 他分上下圈對不對 那上圈的話是通緒大規 通緒大規的話 諸法無常 這樣懂了吧 那可是在諸法無常的 這個諸法 是不是四四萬物什麼 包括人 包括物質性的東西 包括精神性的東西 包括精神性的東西 都屬於這個法制所涵蓋的 那我們現在講這個 這個下圈的部分 它不是別式重品嗎 那別式重品裡面 它是把這個 就每一個 它又刺明什麼 刺明什麼 刺明你們什麼 你們可以 可以先把它划開來 四十九頁 開始就刺明經論相知 那後面呢 又有了 五十頁 又一個刺明經論能所角落 有沒有看到 五十頁的導述第三行 然後再來五十頁的導述第二行 第三行都有刺明論能為經所知 刺明什麼 那第五行又有一個刺明 有沒有看到 那它這個就是屬於後面就是 這些的話 它是 它是屬於細目的一種 把它全部都一直 一直仔細的 一直分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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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意思是一樣啊 所以經典裡面也一樣 那個刻板就是像這種情形 緩緩金上面最高一個 那底下就開始分了 虛分正中文柳東文 那虛分裡面呢 開始的部分的話 那個獎金的延期 那裡面不是有那個 那個那個 就是六種成就啊 那六種成就裡面呢 它要重成就裡面 還有包括什麼 包括中文重啊 菩薩重啊 天啊 人啊 天神人啊 還有那個什麼鬼神重的那些啊 它就這樣子的一個細分下去啊 那天神重有天神重對無常的一個抗法 人 人有對人 對無常的一個抗法 那是不盡相同的嘛 可是 可是總歸到源頭去 它是相同的一個話而已嘛 為什麼我說 人跟天的那個對這個 這個看法不一樣 我們覺得說 那個那個 就像那個一水事件 一水事件 但那是一個水 那四種眾生來看的話 就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對於無常的抗法 是不是也是一樣不同 所以 所以就有不同的去分 所以也是一 也是多嘛 一多無愛啊 大小無愛 長短無愛 好啦 回到我們的那個 那個那個 生死無邊的這一個地方 其實這一個裡面所講的 就是這一段的這個經文 是波羅經裡面所講的 其實它在講的部分呢 就是在講真無實性的 所以他 那賈菩薩 咒如是行能 聚足六波羅命 盡一切種旨 那盡一切種旨的話 這裡所提的 這一切種旨是佛種旨 就是一切旨 還有道種旨 一切種旨 就是你能夠聚足這些 回去 給你們一個功課 聚跟會有什麼不同 聚跟會有什麼不同 回去給你們一個功課 我們都講把那個菩薩 去換音為妙智慧嘛 因為智慧不足以形容 可是 用加一個妙智 那其實 那個印度 印度是智跟會是分開的 那我只是我們中午是 智跟會是合在一起 所以你們做一個功課 什麼是智什麼是會 去做一個功課 那這邊後面也會提到 所以其實在這裡所講的 都是講一個真無法性 也就是那個實相剝落上面的 所以 所以 裡面所講的真理 這種真實離體是真無無相的 也是會有會有無的 也是理言絕念的 也是不可說的 不可說 現在不可說的話 那就是眾生邊多 那是不可說 那生死往來的話也是多 不可說 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就是 因為前面所講的一個 為什麼不可說 就是 因為前面所講的是真無實相 實相剝落的 所以真無實相剝落它是屬於空的 所以它也不是有 它也不是無 它不是會有會無的部分 所以 其實就是講到說 前面所講的這個地方 你盡一切總之 你不可知 所以 沒有生死的往來 那 既然沒有生死往來的話 也沒有捏盤 那也沒有佛 所以 沒有這些差別的 所以才會講到說 因為 前面講到 會有會 五理言絕下不可說 沒有 沒有生死的 沒有生沒有死 沒有捏盤 沒有活的這些 能夠 內 也相互自己的心 外呢 也是一樣 能夠去斷絕外境的情形 所以才講內外病民 言官聚集 有沒有這一個 來我們再看一下 四十九頁的 它說大平靜裡面生死道長 終生信託 不善亦如是正因內 生死便如虛空 眾生心便亦如虛空 其中無生死 往來亦無解脫 就是這一個 所以它沒有生沒有死 那 所以既然沒有生沒有死的話 也沒有六道還蝠 那沒有 後面這一劑沒有解脫者 解脫六道輪迴是一個聖者 所以它也沒有解脫 也沒有聖者 既無煩乎也無聖者 所以 所以剛剛所講的 剛剛所提的 所講的 也沒有捏盤 也沒有活 因為沒有生死 就沒有捏盤的 有生就有死 那有生死的話 那就有捏盤 就有一個解脫 只是這邊通通沒的 所以既然沒有生也沒有捏盤 則知也無眾生 其以佛 雖無佛無眾生 那既然沒有這些的話 怎麼會有經典跟論 明有經之以論也 故內外並明 言官即即 言官即即 所以你的那一身心 你的就是對於你來講的話 外面的經濟也沒了 你內心的經濟也沒了 所以 內外並明 內外並明來講的話 所以都已經 都已經去除掉了 已經去除掉了 那麼 然後 言官即即 言官呢 一個是外在的東西 所以屬於客觀的環境方面的 客觀的條件 那 官的話呢 有一個外境就有一個對待 有一個 就是官的話是你的心 就是你能夠去看的 這一個 那也都敏絕了 也沒了 自己都 我只能想說 不見了 不見了 我們就想說你都安心 你都已經是靜下來的 不會隨著外在環境 在那邊蠢動 你心是安然的 注意不動 實相的這個境界當中的 所以 雖會生死 你也把阿諭眾生成生死 故大品 因諸法無所有 如是有 所有而如是有 既有眾生故有諸佛 既有諸佛便有教門 既有諸佛教門 則有菩薩之論 諸佛為眾生失道 事故說今 菩薩為眾生迷今 事故造論 菩薩為眾生迷今 事故造論 然後到這個地方 那這邊如果從這個書來 從文字上來講的話 大概都非常容易了解 上面講的沒有生死沒有捏盤 那雖然沒有生死沒有捏盤 可是對眾生呢 而已眾生呢 就有捏盤 就有這個生死的存在 沒有生死 可是對眾生來講的話呢 就是以眾生的立場來講的話 他是有生死 那以眾生的立場來講的話 有生死就沒有捏盤嘛 所以大品經裡面 大品經 裡面所講的 他說諸法無所有 如是有 一切的事物呢 一切的話 本來是不存在的 但對眾生來講 就是諸法無所有 如是有 如是有 就隨順的眾生 本來是屬於空 無所有 是屬於空的 可是為了誰順眾生 然後說他是存在的 所以有門跟空門 有是方便為了眾生 你跟他講無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的話 那什麼都把它去除都斷 那沒有辦法去提起眾生的這種心性來 所以有眾生的話 就有佛 那有佛的話呢 就有佛的說教 所以 具有諸法的教門 有諸法的這種說教的方法 的教門 那就有菩薩教論 諸法為眾生施道 諸法為眾生施道 就是說 諸法菩薩呢 因為 因為眾生 迷失了 活道 迷失了正道 迷失了修行 只在無名上打轉 所以 諸法呢 要為眾生說經 來教化 這是在我們課本的那個文裡面 那 因為 施道 所以說經 所以說經的目的呢 是為教化眾生 可是沒想到 大家好像在執著在經典上 對於經典的教義不瞭解 所以菩薩呢 為了眾生迷經 對於經典的不瞭解 沒辦法深入 迷惑不解方面 所以迷失了 所以菩薩呢 就造論 菩薩遭路 世故造論 前面所講呢 內外病名 言觀即 那 這個就是我們所講的 一種即面相 你的心呢 你的心呢 是長期面相的話 那你都在空境當中 所以你對於生死 你對於捏盤的話呢 你就是非常非常的 你就非常的清楚 你就非常清楚 可是 我們是眾生 我們的這些不清楚 所以 我們就是 在生死中流轉 所以才有六道輪迴 才有六道輪迴方面的 所以 以真實相 沒有活 沒有眾生 那沒有生死 沒有生死的情形 那這個就是 佛菩薩的境界 佛菩薩的境界 我們經裡面常常講這些 對不對 所以難怪說 太西大師會講說 中國佛教的經典 中國佛教都是用佛菩薩的立場來講 讓我們去生起那一種 就是 心目的心 可是佛菩薩的這種境界 太高深了 那我們 反而 不容易去體悟 那這個就變成 我們所迷惑的地方 我們所迷惑的 那失去了 這些 這些道理 迷失了這些 中道真如實相 無活無眾生的 這些道理的話 那我們就成為一個眾生 在生死中流轉 在無門業中造業 所以有生有始 有生有始 所以這些我就 沒有去印出來 應該沒有提出來 對 對沒有 這是片寫品 在波羅經的形象品裡面呢 它有一段 它就是社理佛跟 社理佛跟佛的一段 對話 就是社理佛跟佛講到說 諸法思相 就像這裡說 西伏提百貨人 世眾 何等是優法 何等是無法 可是它這邊是換句話來講說 諸法 諸法思相 怎麼樣去認識 去 了解這個諸法思相 那佛陀回答之說 諸法無所有 如是有 如是無所有 事事不至 名為無明 有要不要寫黑板給你們看 摸播了 這個 你現在這個文字 是不是唐玄刀翻譯出來的 就是大品波羅 那個摩波羅 那個摩波羅 翻譯的 摩波羅 是唐玄章翻譯的嗎 我不知道 六百件是 六百出於哪一個 六百件是 六百件是 大波羅經 是大波羅經 是全章翻譯出來的 對不對 六百件是 那其他的波羅 不適合全章 他用字的文字不一樣 不一樣 其實文字不一樣 裡面還是 就是 意思是一樣的 只是用字不一樣 所以那個大品波羅 有一個大品波羅 就有一個小品波羅 我們那書裡面的四十九月裡面 第三有一個大品波羅 那其實大品波羅就是摩波羅經 那摩波羅經是三十件吧 三十七三 那它是摩波羅經 那因為小品的話 那就是它只有十件而已 它只有小品 這個好像哪裡有提到 就是小品波羅 就是波羅經很早就歡迎 在那個漢朝的時候 就已經有波羅經的換譯 不是到了 漢朝到了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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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聽聽聽說 那個 圈莫羅斯 法師的時候 就裡有的 那個 那個 这个暗世高 暗世高欢迎的东西 都是属于禅作的比较多 就是小圣经理比较多 只观方面的 那当时那个暗世高 还有一个支楼加乘 支楼加乘 那支楼加乘所欢迎的东西呢 就是波罗金他就在当时 就有欢迎出来 他叫道行波罗 他欢迎的波罗 所以那时候就已经有了 其实那个都是 里面都是一样的 大同小异的东西 只是说 那个当时候欢迎的人不同 然后他把那个波罗金的取名 就有所不同 还有一个光斩波罗 还有文书说波罗 还有幻光波罗 其实那都是大同小异的那种 没关系 这里的这个卢士尤 前面讲到诸华无所有 因为波罗金里面讲 刚刚提到的这个是他跟舍利火两个人的那个对谈 诸华无所有 舍利火回答我说 诸华士像银河有 就是等于是说舍利火在问我说 诸华士像怎么样去了解 怎么样了解的这些 是什么样 是什么样的有 什么样的有 因为他问的是银河有 是什么样的有 那回答 火头回答是说 诸华无所有 诸华无所有 那如是有 如是有 如是无所有 那 所谓的诸华无所有的话 就是因为用火头的立场来谈 来谈这个的话 境界那么高 那 所讲的就是诸华的真实相 是属于中到实相 中到实相是属于空 是什么都没有的 没有的 可是后面为什么又忽然就又 又讲到一个如是有 前面是 高的境界 后面讲到如是有 因为无所有 可是众生 颠倒 迷失 误认 无所有 无所有 认为是有的 认为是有的 那对于如是无所有 对于这种诸华本来无所有的东西 那是是 就是是是不知 就已经是迷失了 迷失无所有 对不对 所以才叫做 叫做无民 如果他是事事了知的话 不是 就是 如是不有 如是会有 那叫众生就了知了 那戏就没得唱了吗 是不是 就没了 所以 所以如是无所有 是是不知 因为是无民 所以无民的话 那就无民的话 那就有 就有什么 就有生死 所以 所以因为迷失 对于真如实相 不了解 那把外在的这种 把所有的东西呢 所献出来的东西呢 只为是实际上是真的有的 就像我们现在的境界一样 所以 因为有这个东西 才会流转生死 那如果你真的能够走入到空性 真的进入空性 那正如进入空性的话 我们的行为是会不一样的 就像真的动物 你看那个 那个蚕中里面主持 他们开悟之后 他们还没有了头生死 可是开悟之后呢 他的那个 那个 行为机制动作会不一样 可是行为动作 开悟之后 如果不再继续修到 继续立脚楼 了头生死的话 会不会再继续 受轮回 他悟的境界是怎么样啊 如果你不把 你不把这个再保养进来 好好去保养的话 然后再进 所以开始悟 还有一个路嘛 开始悟路啊 如果你不在路上面 你认为是 我只要到这个地方 就已经通达了 那你还会退哦 你没有路嘛 你没有路火之间 你是悟佛 你了知佛的之间而已 你没有悟 你没有路火之间 你没有再进去深入这个地方 你还是会退 所以禅宗祖师 有没有人退 有啊 这里讲的后面呢 前面讲的那个一句是 菩萨的境界 后面讲的是环屋的境界 所以才会如是有 两个对待 所以就省略掉了嘛 他已经省略掉 那环屋的话 认为是有 这个是实际 真的有的东西 那有的话就造业 货业苦嘛 那就造业 造业就轮流于生死 你生死就这样开始造作过来 就执着很多东西 那我现在刚刚跟你讲的 就是说 你侮辱了这也没有错啦 可是你侮辱之后 有时候你是在 你是在定中侮辱 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当中去侮辱 这也有所关系 如果你就像说 如果你就像说 那个菩萨 那个生文者 他是在定中里面 在误入这个的话 一出来的话 就是那个 我们之前讲那个 那个西空观 体空观的时候 就是诚实中的 那个情形的话 他在定中里面 他是知道无 可是他一出 出来之后呢 出了定之后呢 他就是有的境界的话 那你所有的行为造作 你还是在由上当转 你能够了三多时吗 但是不可以 所以误后而修 你误了之后 你还要入 入是什么 你要行活之间 你要去解 解 跟解活之间 你要行活之间 你要从这个地方进去 然后身心 能够达到这个一如 你才有办法去解脱 才能够操作轮回 所以为什么说 那个 之前我们的观念上 那个 无主 无主不是苏东坡的 那个情生 那个无主 不是那个 那个 禅宗那个无主 这个了解 对 他不是那个 那个无主 就是那个 那个红人 不是红人大师 那个夺胎的 他是一个 一个也是 那个 就是修禅修得很成功的 一个法师 叫戒和上的 结果他时候就是投胎去 投胎了 投胎成苏东坡 那还有人有投胎成为那个宋朝 宋清宗 就很多这些故事 那如果我们去忘记这一种本来是无的东西 那去把它指为是有的东西的话 就会流转生石 你就会流转生石 所以实现法中是没有生石的 只有环武法中才有生石的 那环武法中 所以我们说唯有佛一人才能称为佛嘛 佛的意识在哪里 在觉 他活的意识是觉哦 对不对 那觉有三觉嘛 我们不知不觉嘛 就是觉他觉自觉 觉醒也满 只有佛他还是觉他也满 那菩萨有自觉跟他觉 那生文是只有自觉没有他觉 我们环武就是不知不觉 那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的话 当然不是说千蓝的不知不觉 只是那个解是见自尽见自尽的 你知道解的理论上的解 心上的解有没有 解心 解是理论上的 行呢 修行上的 今天其实我们很缺的 就是这个行的部分 我们都是在理论上一直打转 理论上打转了 不要变成所智障 真的不要变成所智障 你 就是我们不要称为所智障 所智障的话 你智障的话 障碍你更多 你所智障之后呢 那你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去体悟他 你就会变成 你就会转向四肢变充 因为你已经有兴许的这些东西存在 那你的那个聪明才是会比别人好一点 可是因为你没有宗教的情操 就是从行方面进入 那么你很容易就成为一个四肢变充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正见 一定要有正见 所以八道正道第一个就正见 见是第一个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从行去印证解 你从解而来修相悟的 所以为什么他叫做经论相知 为什么他叫做经论相知 因为他是父下能够支柱 父下能够帮忙的 论的目的 论的目的是因为已经迷失了 众生对经论不解 对经论不解 所以迷失 迷失之后呢 菩萨才造论 造论之后呢 所以后面有提到说 所以他有相知的部分 就是他有相知的部分 包括后面一段 他就是他是有互相 互为角落的部分 互为角落 他那个后面一段 五十一月那个地方 其实他吃会 那麻烦你先看五十一月 五十一月的最后一行里面 要吃会事迹为二门 吃会事迹为二门 那所谓的事迹 所谓的事迹是哪事迹 在五十月的 五十月的导述第三行 他是知道 去辨明经论能所交络 能所交络 他事迹不同 那事迹的不同 是一 是经能为论所 第二个是 经所为论能 第三个是论能为经所 第四个是 论所为经能 那他把这四句呢 把他 把它用成两句 那你看看第一个 经能为论所 那第四个是什么 论所为经能 那是不是前后把它导致过来 知识都不一样 只是前后不一样 前后的脉络不一样 第一个是经能为论所 那第四个是论所为经能 只是说经跟论性 一个是论在前面 一个是经在神 所以他把它 就把它编成说 有四句 那在这个四句当中的话 就谈到经跟论的一个部分 所以 经若能 若所 并是能知 并是能知 那若能 论若能若所 皆是所知 所以为什么 这个讲到说 这一句讲到 说经论相知的 就是经呢 它是可以以知 就是帮助啦 就是那个 那个以知论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是论能知 就是论知以经 论知经 论知知经的方面的 好 那这个我们到那个时候还谈 五官有可能的话 再用那个投影片 给大家看会比较 比较了解 好 那我们再把它 翻过来 四十九月 对 四季就把它编为两季 其实把前面这四季 把它用成两季来谈的 那四季 这个四季归两季 那两季呢 归一季 那所以翻过来 五十二季 这两季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能跟所嘛 那能所就是一个 本来是两个 所以谈到后来 是变一个能一个所 一个所知 一个能知的部分 所以赤明一句 以归无句 有没有看到 第二行的最底下 赤明一句归无句 对啊 以能为所 则能 则能会定能 所以能 能会定能 能不是固定的 不是本来就是这样子 他不是定性的人 是则会能 所会定所 是则会所 如果 如果这个所 不是 所应该是 如果所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定性的所的话 那么就不是锁了 所以灰能会锁 灰经灰论 灰活菩萨 不知何以目之 称正化 强明忠实 忠道思相 所以你看看 他从四句 然后把它归两句 从两句再归一句 一句再归无 就全部都要敏捷掉 那既然是敏捷掉的话 那就没有什么 没有能 没有所 没有经 没有论 没有活菩萨 那既然什么都没有的话 那怎么去撑他 何以目之 怎么去撑他 那就把它撑成说 这是正法 这是属于正法 那强明什么 忠道思相 那这个是出自哪里 这是在后面讲到 中路的南可南平里面 若法应代成 世华 凡成代 今则无应代 亦无所成华 所以这个若法应代成 这个若法应代成的这个音里面呢 就我们所讲的英国那个音 没有这个音的话 什么能够成 这是后面这里所讲的 所以一切都是归于 归于实相的话 没有生实 没有生实 所以说实相法中 是没有生实的 是没有生实的 那既有生实的话 是环乎 那没有生实的话 那就是属于诸佛 是属于诸佛的 所以 所以有一句话 我去查这句话出自哪里 我查不出来 他有提到一个人的名字 可是那个人我查过出来 可是很多人去应用他 平等性中 无知他的形象 真如界内 绝身佛之甲民 所以真如界内没有众生 跟佛的这一个假民 所以你看看 众生也是假民 佛也是一个假民 所以没有生死 也没有涅槃 那有生死的话 就是因为有涅槃 所以假涅槃 就是因为针对生死而说的 但既然没有生死的话 那哪来的那个涅槃 所以因为有众生 所以火才会对众生说话 还原经里面有一句 最贴切的 心火众生三无差别 这是相同性的 可是这个是相同性的话 到最后还是一样 因为没有众生 没有佛 也没有菩萨 那既然没有佛 那没有菩萨 那么佛说经 菩萨言论 那当然是经跟论都没有了 所以既然是没有的 不是没有的没有 而是说归极面相 你不能去执着 到真正的一个直面相 是一切都历历昏明 了然于心 所以是空的部分 一切都是终归于空 一切是终归于空的 那这个是 其实我们从前面所讲的 内外病名 言官忌其的部分 那这一段的话呢 我再念一次 难虽非生死连盘 而众生成生死 没有生死 没有连盘 可是在众生的话呢 那就有这种生死 所以大品经里面呢 诸法无所有 可是 就是诸法本来是 是无所有的 中道实相 那众生的迷惑呢 众生的迷惑 认为有 认为有 所以就是这样子 如是有 所以 对那个诸法的 这一种本来 本来的 本乎所有的迷失的话呢 是属于无名 所以有 有诸佛菩萨 那有 有众生的话 就有诸佛菩萨 那有诸佛菩萨呢 就有教门 既有诸佛教门呢 那就有菩萨的论 诸佛为众生 世道 世故说经 菩萨为众生 迷经 世故造论 世故造论 那 刚刚已经这里有讲过 所以因为有众生 迷失了 造祸 受苦 所以 佛呢 说经教化 本来是无言说的 可是为了要教化 就有言说了 那有言说之后呢 那结果我们 反而迷失在这些 言说的这个当中 所以菩萨呢 他就解释经论 解释经论的话 就必须要造 解释经 那就要造论 要造论了 那这些东西的话 就是在 都是属于空的 都是属于空 是随 因为众生的 迷子 而要去救度 我要言说的 所以才去设立了 这些东西 本来是没有的 所以你看看那个 我们在 在 在那个书里面所讲到 活头 活头福利 树下证物之后呢 那他自己的 沉醉在自己的 这种 这个喜乐当中 无名说的 那 可是因为众生呢 迷失了 那这些没办法 没办法解脱 所以活头 慈悲 那才有 才有这些东西 所以 我们是迷失了 我们的这个根本方面的 所以说经 那为了 为了我们 因为迷失 对经典的不了解 所以又造论 这是活教 讲到经论的言起 经论的言起 这是这一段 菩萨 事故造论 到五十一 五十页的 那个第一行的最上面 好那 后面呢 提到的是 就是后面提到 南京有通别 在论义 所言经通者 通为习众生天道 通为开显道门 所言论通者 诸圣弟子 造一切论 亦通为习迷教之病 声明正道 所言经别者 富大小恶言 说大小恶教 说大小两教 所言论别者 为破大小两谜 生大小两教 故有大小恶论也 这是在讲到经跟论 它的 它的那个 那个作用方面 那它的作用的对象是什么 就是众生 众生的根性不同 所以就有不同的 这种 那个对峙的方法 所以 经论呢 对众生根性的这种差别 不同在哪里 那通以一个通字来讲的话 它是全部都是种的 就是把佛经全部拿起来 所有的佛教经典 称为都是经 那经的 种的情形来讲的话 就是为了要 为了要对峙我们的皇屋颠倒 为了要对峙我们的皇屋颠倒 所以通为迷教之壁 那就是这一个 可是那别的话呢 别的话呢 就是因为根性不同 根性的不同 所以不能把相同的东西呢 用到不同的地方 对甲用的东西 不一定对乙能够用得上 所以才有别的 个别的 个别的 这不同的说法出来 个别不同 其实佛教门庭宗里面呢 那虽然我们讲到说 信行人法行人 可是一般来讲的话 其实只有两种人 只有两种人 那我们说这个世间上有多少人 两种人 来我们先回乡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事重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花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